学习价格行为 掌握市场优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Steven 今天是我们正式教学视频的第一课 我们在最初的课程先讲清楚 各种K线形态代表什么意义 打好基础 方便以后的学习 关于蜡烛形态 大家最熟知的应该就是日本蜡烛图技术 但是这本书里的内容都过于基础 而且里面对于这些蜡烛形态的讲解都过于形式 它先像形式 导致就是实操性不强 很多人表示就学完之后用不了 做不会 而我们今天讲的K线形态教学 会更加注重市场运动的本质 带大家感受K线的强弱 这里要先说明一点 同样一个K线形态 不同的系统会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在蜡烛图里面会有这些锤子线 叫黄昏之星这些东西 但是在我系统里都不这么叫 称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蜡烛形态代表的什么意义 以及如何去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今后我的视频都会统一使用我今天讲到的就是形态名称 希望大家认真记一下 首先要明白一点 所有的K线无论它多么小多么不起眼 它都是有意义的 每一根K线都向我们展示了多空博弈的痕迹 掌握了这些细节就能让我们在市场中占领先机 把握优势 市场只有两种运动状态 趋势运动和非趋势运动 那放到每根K线上也是一样的 一根K线要么是趋势K线 要么是非趋势K线 我们先来讲一下趋势K线 那趋势K线是定义是什么呢 趋势K线就是实体占K线主要部分 实体越长影线越短 代表趋势能量越强 多方或空方 在这根K线中完全控制了市场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虽然说K线的实体越长 它就代表了趋势能量越强 但是如果是过长的趋势K线 它也有可能是一种高潮行情 是趋势能量耗尽的表现 这个要在具体市场具体分析 以后我们也会讲 那连续不重叠的同方向的趋势K线 就是急速行情 代表趋势运动能量强劲 在这一段市场中 多空某一方完全控制了市场 市场在之后一般都会有跟进动作 我们就拿图中讲一下 我用方框圈起来的这几个K线 都是趋势K线 连续的趋势K线 重叠部分越少 K线的影线越少 就代表能量越强 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 这里有一波多头的急速行情 后面市场给出了跟进的动作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空头市场中连续的 不重叠的趋势K线 K线重叠部分越少 趋势能量越强 而之后市场也给出了跟进行情 我在图中用箭头标出来的都属于趋势K线 这里还有一根是我准备素材的时候忘了标了 有些趋势K线代表趋势能量强劲 有些趋势K线没有任何意义 那有些趋势K线 它代表了一种高潮行情 它代表了趋势能量在这根K线耗尽了 接下来价格应该反转 具体的K线形态代表了什么意义 要根据市场的整体情况去分析 不能单独拿出一根K线 就说现在是趋势能量强还是弱 一定要结合市场分析 那这里呢 这张图中我画箭头的都是空头趋势K线 有些空头趋势K线代表趋势能量强劲 有些趋势K线没有任何意义 那有些空头趋势K线尽管它很长 它仍然代表了空头能量的动能浩劫 也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些不用担心 在以后的课程中我都会讲 现在只是让大家先明白一下这些概念 那非趋势K线代表了什么 非趋势K线就是K线实体很小 影线很长 影线占K线的主要部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字星 在非趋势K线中 多方和空方都未能控制这根K线 在这根K线中都没有主导权 所以在这根K线中价格进行的是区间运动 如果我们把一根趋势K线 在小周期图表中找到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根非趋势K线 在小周期中都做了上下的震荡区间运动 所有的K线不是趋势K线 就是非趋势K线 那所有的非趋势K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字星 在一部分技术流派中 把那种几乎没有实体 上下领线都很长的K线 才叫做十字星 定义非常严格 但是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我们只要知道 十字星它代表了行情 在运动中出现情顿 犹豫 没有方向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乎 它是不是完美的十字星 你要去追求这个完美的表现形式 找到你这个完美的K线 那是不利于你的实际操盘的 图中的红色箭头 就是我标出的所有的非趋势K线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十字星 这根虽然说有一定的实体 但是在我们的分析系统中 它也叫十字星 包括这根也是一样的 它有一定的实体 但是影线占主要部分 看到这根K线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多空双方都没有能控制住它 市场在这里出现了停顿 包括后面这些都是一样的 再看这根 这根也是实体挺长的 但是影线更长 看到这根K线 我们仍然给我们直观感受 就是多空某一方 都没有能控制这根K线 那之后的标注的每根也是一样的 只要K线的影线部分很长 实体不是那么出众 给你的直观感觉就是 这根K线代表能量很模糊不定 没有明确的方向 那这种K线都叫非趋势K线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看我这里画的一个下降通道 这里就是一个骑形了 这个下降通道中 很多的K线都是非趋势K线 但是它仍然走出了一波方向性的运动 再看我用方框标出来的几型K线 它都是实体很长的趋势K线 但它们在互相重叠 互相重叠虽然它是趋势K线 代表趋势能量强劲 但因为它们互相重叠 它又形成了交易区间 对K线形态的结果是没有定论的 一定要结合市场的当前背景 去具体分析 现在我们知道了趋势K线 与非趋势K线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长线的K线形态与建仓形态 我们现在看这个反转K线 反转K线是指对前一根或数根K线的运行方向 造成某种程度反转的K线 反转K线是最可靠的信号K线之一 大家最熟悉的信号K线就是反转K线 我们就拿这根空头反转K线来举例 说一下反转K线的表现形式 作为一根空头反转K线 它最好有一个阴线的实体 就像图中标出的这样 然后它的上影线要很长 占到K线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最好它不能跟前面的K线有太多的重叠 然后它的下影线要很短 最好是收到满 就是收到最下面 收成一个没有下影线的 那是最好的 然后它的入场K线 就是后一根K线最好是强入场K线 而不是说在这根反转K线后面又接了一个那一包十字经 那就很弱了 像这种完美的反转K线是很少出现的 我们没有必要的局限于这些定义去判断一根反转K线 我们要理解反转K线的本质 那反转K线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它是首先有一次顺势的高潮运动 比如在这一根 这根反转K线 首先它要有一次多头的高潮运动 然后接着一次空头的突破 逆势的突破 那它就是一根反转K线 我们上一张图中的反转K线出现在一小时级别 那我们把K线放回五分钟 我们可以在五分钟图上清晰的看到 首先航行有一次顺势的多头的高潮性航行 接着马上又迎来了一次空头的逆势的突破 那这样它在大级别上就在一小时级别上 它就成为了一根反转K线 我们一样理解反转K线的定义 这样我们就能识别到很多的反转形态 而不是基于表象去找那些完美的反转K线 那些没有利益 再说一遍 反转K线的本质 也就是反转形态的本质 就是首先有一次顺势方向的急速的高潮运动 接着马上迎来一次逆势的 在这里就是空头的突破 逆势的突破 那这里就是一根反转K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图中用红色箭头标注的两根K线 这两根K线其实也是标准的反转K线 我们不需要去找完美定义的反转K线 比如说我们如果按严格的定义要求去看 那这两根反转K线它们没有阳线的实体就不成立 但我们完全不必要在乎这些 如果去小周期图上看这两根K线 我们都可以看到首先它有一次空头的高潮行情 急速行情 这个空头的急速行情马上被多头的力量突破 在小周期上它有一个反转 我们只要理解市场背后是如何运动的 我们就能判断它是一根合格的反转K线 是我们能够入场的K线 我们在前面讲到一根反转K线 不能与前面的K线有太多的重叠 那这里拿图中这根K线来举例 如果我们不看市场的背景环境 单独把这根K线拿出来看 那这里那它就是一根非常棒的多头反转K线 它代表着一次空头的急速运动 高潮运动 然后马上被多头反转 但是它与前面的两根K线基本重叠 那如果K线重叠在一起 它就意味着现在是双向市场 是交易区间 交易区间中没有趋势 没有趋势就没有什么可以反转的 所以它是一根无效的K线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 我们使用反转K线入场 不代表我们要去交易趋势的反转 顺势交易永远是交易的最明智的做法 如果在趋势的回调走势中 我们使用反转形态建仓 加入顺势的地方 那这就对我们来说就是最优的选择 最好的交易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双K线反转 双K线反转是什么呢 它就是两根连续的趋势配线 长度大致相等 但是它们的方向相反 双K线反转是最常见的反转建仓形态之一 因此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反转 视为某种类型的双K线反转 这种视角可以提醒我们 市场先是朝一个方向剧烈运动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潮运动 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剧烈运动 就是一次逆势的突破 最强劲的走势通常都以一根反转K线 或者是双K线反转信号作为起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中 我用箭头标注出来的 它们都属于双K线反转 它们有两根长度差不多相等 但是方向相反的趋势K线组成 双K线反转有很多变体 也是所有反转形态的一部分 在交易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形态预示 大行情即将启动的时候 你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那我在这里再讲一点 小周期的双K线反转 就是大周期的单K线反转 我们可以看图左边 左边是30分钟图上的 双K线反转形态 那我们把K线的周期放到一小时上 它就是一个单K线反转 就像我之前讲的 所有的反转K线反转形态 它都代表着行情先向顺势方向 有一次高潮运动 然后马上迎来逆势方向的突破 所以说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 那无论是单K线反转 双K线反转 甚至说三K线反转 或者说直接反转结构 你都能直接就看出来 你没有必要拘于表象去看 这根K线要标准的单K线反转 要标准的双K线反转 这些都不用看了 三K线反转就是市场 苏线三根连续的K线 第一根和第三根构成双K线反转 中间是一根不显眼的K线 那像我们之前说的 所有的反转形态都是一次顺势的高潮运动 接着迎来逆势的突破 那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之后 五分钟图上的三K线反转 就是十五分钟的双K线反转 甚至在更高级别上 它就是单K线反转 都是一样的 它们都代表了市场一种同样的运动方式 大家要好好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内包K线 所谓的内包K线 就是第二根K线在第一根K线之内 就像被第一根K线包裹着一样 这就是内包K线的定义 那大多数的内包K线是没有意义的 你像我图中方框圈起来的内包K线 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它只是K线的连续重叠罢了 它代表了交易区间 那在少数情况下 内包K线也能成为一个优质的建仓信号 那比如我图中标注出的 首先前面有一轮下低的急速运动 那我把前面的波段的视频被标了出来 在下低的急速运动之后 价格通过盘整出现了急速的上涨 那这个上涨验证了这个波段点的水云阻力位 在横行验证了阻力位之后 它出现了一个内包K线入场形态 那为什么这根内包信号K线是一个优质的建仓形态呢 因为它首先很好的验证了一个阻力位或者支撑位 然后它的信号K线是我要做的 因为它的信号K线是一根强空投趋势K线 而我要入场的方向也是空投 那这个信号K线是我入场方向同方向的强趋势K线 它为我的交易大大增加了获胜的概率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外包K线 那外包K线的定义就是第二根K线高点高于前面的K线 第一点也低于前面的K线 就是第二根K线把第一根K线包起来 那大多数的外包K线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像我图中圈起来的这些 它都是K线的重叠排列 仅仅代表了交易区间而已 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那有些外包K线它代表了 那有些外包K线它是不错的建仓形态 但是那如果这根外包信号K线 它的K线很长 你入场之后 比如我图中这根 它是一根不错的支撑位验证的一根强外包阳线 但是它太长了 当它收盘以后你入场 你的止损要放在K线的下面 在这么困服的止损情况下 你的获利目标就很难和止损形成一个很好的盈亏比 你失去了很好的入场位置 大多数情况下我也不会选择参与这样的交易 那有少不错的外包K线是优质的信号K线 比如我图中标的这一根 那这根外包K线 它作为信号K线的理由是什么呢 为什么它是一个入场信号呢 那我们先看 首先这里是水平的阻力位 我没有画出来 但是大家目测应该可以看到 然后在这里 是一个上行的通道 上行的通道 它倾向于向下突破 它都是雄旗 这个在以后我会详细讲 那这是它的市场背景 我们再来看市场的细节 在这根外包K线中 我们看它的高点 对前面的这个高点进行为似假突破 但是它的收盘 跌破了前面K线的低点 并且收在低点附近 空头完全控制了这根K线 同时它也是一个第二建仓形态 那再加上这根K线 也不算特别长 在这根K线后入场 止损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就是一根强势的 非常好的入场配线 在以后呢 我也会讲到 大家先了解一下它的定义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形态 叫做铁丝网形态 当然每个系统的叫法不一样 有些系统叫它铁栅栏 或怎么样 名字不重要 我一直强调名字不重要 你要知道它代表了什么意思 那铁丝网形态的定义是什么 铁丝网形态 指的是三根或更多根大部分重叠的K线 项目图中表示着这样 其中至少一根K线是十字星K线 这种K线组合它代表了 现在市场处于窄幅交易区间之中 它表示了市场在此时非常犹豫 不确定性再增加 作为新手交易者 应该完全去避开这种形态的交易 那接下来我要讲这个K线组合 它叫二次突破形态 对做空来说它叫第二 它英文名叫second breakout 顾名思义 它就是代表逆势方向 两次的突破运动 怎么理解呢 那如何去理解呢 看我在图中圈起来的这几根K线 以及我用箭头标注的两根阴线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根阴线 就是箭头标注的这根K线 跌破了前面的K线的低点 它是第一次跌破前面K线的低点 那在之后呢 市场又进行了小幅的上涨 第二根标注的阴线 就是第二根K线 它是第二次跌破了前一根K线的低点 它代表了空头两次夺回市场的控制权 两次进行了就是逆势的突破 同时它也在一个水平波段点的阻力位上 这时候多头的努力没有得到结果 多头就放弃了离开了市场 空头看到这个信号成立之后 就会更加积极的入场 那价格就稀里哗里就低下来了 二次突破路场是我个人最常用的路场形态 我在以后会多次讲解 大家要先明白它的定义 它指的就是逆势方向的两次突破 也称之为D2 在做空的时候它叫D2 做多的时候它叫高2 那在K线形态上理解就是 比如拿这个做空架构来说 第二二次突破指的就是 第二根第一点低于前一根第一点的K线 我们来看第一根箭头表示的这根K线 它是第一根第一点低于前一根K线第一点的K线 大家看第二根我们的入场K线 它是第二根第一点低于前一根K线第一点的K线 虽然读起来很拗口 但大家集合图表去理解就很容易了 这是我常用的入场形态 大家一定要明白它的定义 我们把刚才的二次突破形态 在小周期上再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小周期上是一个双重顶 那所有的二次突破 它在小周期上都会形成双重顶底 在以后我们会详细讲到 这个二次突破形态 也是经常会在均线回调中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方框中标注的这几根K线 它是一个二次突破的做多形态 也叫高2 第一根箭头指示的这根K线 是第一根高点高于前一根K线高点的K线 那第二根箭头就是在这里面 第二根K线高点高于前面K线高点的K线 定义很拗口 但是如果你去结合图理解 就很容易能看出来 在这里就是一次多头的二次突破 在前面一轮多头的急速上涨之后 价格进行了回调 在回调形态的末期 多头两次向顺势方向发生突破 就是我们的入场信号 那我们继续切换到小周期 看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高二形态 二次突破形态 那它在小周期就构筑了这个双重底 还像我之前说的所有的高二低二 二次突破形态 它们都容易在小周期上留下这个双重顶底的痕迹 而大多数的趋势都会以双重顶底去反转 我在以后也会详细讲到 大家现在先理解这个定义就好了 那在这里再说一下 我在图中使用的K线全都是20EMA 20EMA它代表的市场就是短期走势的变化 我用20EMA只是作为一个看盘的视觉辅助 并不是过分去依赖它 并不是说有些人用均线 比如说那这里 回来就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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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这么实用的 它只是我的一个视觉辅助 在价格接近20EMA上下的时候 我要根据具体的K线形态 决定是否入场 任何周期的均线 任何均线组织搭配都是有意义的 重点在于你要如何去使用 大家完整的学完我的所有课程 大家自己理解了价格运动的所有规律之后 那任何周期的均线组 你都能灵活使用 今天讲的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内容 是价格行为分析的基石 我讲这些内容是为了方便 大家在之后课程的学习 因为如果你这些都不懂的话 后面的课程也无法继续 希望大家在后面能够结合复盘 去学习理解 那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就是不要把这些基础的内容 刚学会就去操盘 如果操盘真的这么容易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穷人了 那如何在复盘中去理解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首先在这张图的左边 我们看到一轮多头的急速行情 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多头趋势K线 这些多头趋势K线很少重叠 在里面呢也没有发现任何的空头K线 在里面呢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逆势的K线出现 这就是一轮多头的急速行情 那在之后呢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逆势的K线 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K线之间的重叠 那它呢就从了一个上升的急速 变成了一个上升的通道行情 里面是存在双边交易的 那在这个通道的默契呢 价格重叠部分更多了 它又从上升通道转变了横向的交易区间 K线基本都在重叠 那在区间突破之后呢 市场呢又进行了一轮急速运动 可以看到在这轮急速运动中 以空头趋势K线为主导 K线之间重叠的部分很少 多头的K线也非常少 那它就是一轮空头的急速行情 那在这个急速行情之后呢 K线又出现了大部分的重叠 K线的重叠都代表了双向的交易 趋势能量弱 在这里呢它就是交易区间 我希望大家能在复盘中 去这样去感受市场 是感受价格能量的强弱 现在市场处于强趋势运动 还是属于通道运动 还是属于重叠的这种交易区间的横向运动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